你知道长笛并不是吹不出声音才需要去找济湿维修保养吗 那除了定期找维修济湿之外 我们的日常保养又需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那你知道防止长笛电镀层氧化除了湿淫布之外 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吗 今天就来一一的分享给你们 嗨大家好我是人间猫欢迎来到内空猫福祉频道 你是不是常常在长笛保养上有非常多的困惑呢 在想到底就是保养上面到底要注意哪些事情 那到底又要多久去找维修计时 那维修费用到底又多少 那为什么要定期去维修保养呢 定期去维修保养难道不会增加我在维修上面的费用吗 好由于呢我在这个维修还有长笛保养上 也曾经跟你一样有非常多的困惑 也跌了很多焦 所以呢我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好好分享这件事情 避免你们跟我一样绕了个远路 好那就直接切入整题了 先从这个定期去找维修计时保养这件事说起 为什么要定期去找维修计时呢 最主要原因呢是在这个我们的长笛皮垫 长笛皮垫非常需要是密合的状态 就刚好跟你的这个长笛孔素吻合状态 要不然就会漏气嘛 那长笛漏气呢就会吹不出来嘛 就是你会觉得他没有办法立刻的吹出声音 那你没有办法立刻吹出声音你就会觉得 是不是你的手要按大力一点 那当你手按大力的话 可能原本皮垫它只是有一些些不够密合的状态 可是当你手指就是开始在演奏的时候变得很大力的时候 它就真的会导致这个皮垫变形还有破裂 那你皮垫破掉之后呢 就等于就是要换一个新的皮垫 那当你的长笛需要换皮垫的时候 那个维修费用就会变得非常的可观 所以才说要定期的去找维修技师就是这样 除非你是你已经研究好一段时间了 要不然其实大部分当这个长笛吹不出来的时候 你通常都会觉得是自己的问题 那你当你是自己的问题的时候 你就会想说那是不是就是你知道要按大力点啊 或者是我应该要做哪些事情 它就会等于你调整错方向 所以当你去定期的去找维修技师的时候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累积 你在使用长笛的know how 因为维修技师它就会根据你长笛的状况 来告诉你说你是不是使用上有哪些状况 那这样当你之后在练习的时候 你也比较知道你要怎么的去跟你的长笛相处 那再来是呢 像刚刚讲的皮垫漏气这些情形啊 那当然还有就是譬如说 我们在吹长笛的时候很常会有水气嘛 手汗等等的 这些呢也都会累积在这些机械的联动系统里面 那有时候它就会导致你的乐器会卡住 就是它你按下去它可能联动 可是当你起来的时候另外一个没有起来 很常会有这样的情形 那或者是像刚刚讲的这个皮垫状况 这些这些一点点的不够密合或者是按键不够灵灵的这件事情呢 可能你在一开始不会有太大的感觉 但是当你要开始在技巧上累积的时候 它就变得相对来说很困难 因为如果你有这些问题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吹快 你就因为你的手指等等的就必须要迁就到你乐器状况 所以如果你有定期保养的话你就能够让你的乐器 维持在一个品质稳定的状态下 那你品质稳定的状态下 你在累积技巧上面就会更加不费力 所以这件你定期去找维修技师是很重要的 那也因为呢即时让这个技师去看到你乐器的状态 即时去调整 你在乐器的损耗上就不会变得这么的严重 所以长期下来呢 你其实你的维修费用并不会增加 那一般来说呢 你不换皮垫的情况下去定期保养的话 价格差不多会落在2500到3500左右 就是要看你当下乐器的状况 那如果你要换皮垫的话 价格就会差不多是3500以上 然后到5000左右这个区间 就看你要换几颗皮垫 一般换一颗皮垫的话 价格差不多是1000块左右 所以那就看你换几颗这样 那如果说你是很久没有修 然后要大修的情况 就价格呢差不多就会落在15000左右 不过这个价格只是 就是平均来说就是 不一定你去找维修技师一定就是这个价格 因为每个维修技师他开的价格会些微的不同 所以这个价格只是给你们做参考 那到底要多久去找一次就是 你新任的维修技师呢 建议呢会最好是在半年到八个月左右 回去一次 我以前呢就是很懒 我就会一年才拿回去 但是我长久下来就会发现 一年你再拿回去的时候 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 就开始会有一些比较大的损耗 那其实每次去的费用就会增加 可能1500左右 所以真的陈先生也建议大家 最好就是定期的回去找 你的维修技师 让他去 检查一下你长期的状况 那及时的 帮你的长期做个调整 好那讲完了定期去找维修技师保养之后呢 我们要开始进入到我们日常的基础保养了 那为什么要帮我们的长期做日常的基础保养呢 这个道理很简单 就像如果你拥有了一台车 那你就需要去顾它 就像如果你是下雨天了把车开出去呢 那你最好 停回车库之后呢 帮你的车的 外表呢 用清水冲一下 然后再擦干 因为呢这个就可以保护呢 你的车子的外壳 的状态嘛 它不会因为雨水的侵蚀 氧化 等等的 那如果你又是住在一个比较潮湿的地方 那你就可能定期要除锈啦 帮你的车子的这些机械结构上游等等的 那如果你的车子内装是皮贱 座椅的话 那是不是 你要保持它的干燥 然后帮它做适当的 清洁清洁干净 它才不会发霉啊等等的 所以 我们的长笛更是如此 好如果说呢 像是这样子 就是比较传统式的 这种笛子 就连这样子的笛子呢 你都 要定期的 每一两个月邦内部上游 那就更不用讲了 那就更不用讲了 长笛这个充满了机械结构 的乐器了 所以呢我们的日常保养到底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好我都说呢 这个叫做日常保养 三宝 好有哪三宝呢 一个呢 是 要通我们长笛内部的通条管 就是把我们的 长笛内部水汽擦干净的通条管 再来呢 则是 能够把 把这个长笛外表 的指纹 还有一些水汽擦掉 的这个外头的这个 擦拭部 然后除了这样是不够的 你还需要呢 有吸水纸 就是呢 吸水纸可以保持我们皮垫的干爽 当你的皮垫干爽 的话呢 他就不会 粘一些脏污 你应该有遇过呢 就是你的长笛 吹皱了一阵子之后 开始会有那个皮垫 的声音 这个就是因为你皮垫有水汽 然后有水汽 就会粘到脏污 然后粘到整 就是譬如说因为我们 在演奏的时候 这不是有阴孔吗 然后 我们的手会有一些皮屑啦 汗啊 跟汗的这结合体啊 他就因为你 这样子按 他会掉进去 或者是 你在演奏的过程当中有 气什么的 他可能就会粘在你的皮垫上 或是一些 如果你有 你家里有养猫啊 等等的 有一些毛穴 等等的 就是会 因为你的 皮垫是 有水汽的状态下 就会粘着这些 脏污 那有粘着这些脏污呢 他就会开始会有一些黏黏的 这种感觉 所以你就会 皮垫就会有那个 叉叉叉叉叉的声音 那到粘着脏污之后呢 长期使用之下呢 他可能也会造成皮垫的 破裂 所以 在你把 长笛吹皱完之后呢 去用吸水纸把长笛皮垫吸干 是很重要的 好那我现在呢 就来示范给大家看呢 日常的 基础保养 的这三宝要怎么使用 好当你每次吹皱完长笛 第一个步骤呢 就是要把 这个长笛里头的水汽给擦干净 好所以你就可以 拿 买这种布 这样子 他是这样子的 然后你 买长笛里面一定会有这种 通条管 那这个布呢 他这边就是 有做一个开口 你看有一个开口 然后就可以让你把 这样子 穿进去 然后 就把这个 就是这样子 这样 其实这步骤蛮简单的 但是你就是要注意你要拿好 然后 长笛啊 再拿的时候呢 都 小心不要 去握按键的地方 他有那个没有按键的地方 你在清洁的时候都是握这些地方 然后尾管的部分 这样 这样 然后像以前呢还没有 这种产品出现的时候呢 我都 会用这种东西 就是那个给婴儿擦口水的 口水布 这你不觉得超级适合给 管软器使用吗 因为口水布讲究就是 要瞬间把口水洗干啊 有没有 所以 可以使用这种 婴儿使用的口水布 也是我 以前呢还没有这些产品的时候会用的东西 好那你再用这种 口水布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这样子把它穿过来 好然后 然后 上面可以稍微留多一点点 有看到我在转的时候 刚刚上面有留多一点 再用一次给大家看 就是 一般来说我们可能就这样子 有没有 但是因为这是木杆啦 所以他头就会 露一点这个头出来 那他就会 这个毕竟我们吹头管里面有那个 反射板 就是你 从这个 吹口当看进去有个那个 板子的地方 那就是反射板 那 这种木棒啊 毕竟是硬的 所以 你长久下来 就是你 如果前面你没有留这个布 在卷的时候没有 稍微再留一点布的时候 你就会造成那个反射板 会 就是有凹陷 这样 那 所以你前面留一点点之后 然后这样转进去 好那 这样里面呢 就是就可以擦的比较干净 好那即使呢 是用我刚刚讲的那个方法 反射板呢 还是会 有一些些 就是长期下来还是会很容易擦不干净 会有一些水 就是一些薄 霧的就对了啦 那如果呢 你是非常care这种情形呢 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 就是这个 这是一个韩国的品牌 是Roy 出的 这个通条棒 加通条布 一组 这样子 那他这个呢 我觉得这个很厉害的地方是呢 他这个里面这个 是那种 有点软软的 像橡胶材质的 所以 你当你在通这个 吹头管的时候呢 就不会伤到里面的反射板 然后这个形状呢又做的刚刚好呢 符合这个长笛的管径 所以他在清洁的时候 你只要这样进去 撸一下 转一下 他里面呢 这个反射板在一圈 就会立刻被清干净 清洁溜溜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比较讲究长笛日常保养的话 你可以搭配这两个去使用 就是这个他还是可以清管身 只是 他有时候会 就是毕竟他还是有这两个 脚脚啊 所以 我会 我自己本身会有点担心 就是他会不会 就是 卡到长笛的这个阴孔啊 然后去堵到那个皮垫 所以我都是拿他来清我的催头管 所以 如果你是比较讲究的人 就可以 这两个方法呢 就是合并使用 好那接下来呢 清完里头的水汽之后呢 我们要来清洁我们长笛的外表 好 那 清洁长笛外表呢 请千万不要拿一半的布喔 我很喜欢这一块 也是那个 刚刚介绍那个若宜 他们家的布 这个布呢 就 很细致 然后他可以很快速的 把这个外面的 这些指纹给 擦干净 那你看现在 看得出来就是 这个长笛上面 就是雾雾的 那我现在用这个布呢 把它擦一下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 刚刚看了这一块 就明显光滑很多 而且他只要轻轻擦 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一块布 而且他们家 出的颜色都好好看喔 好 然后在擦的时候呢 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喔 就是呢 因为呢 我们这长笛是不是 他是 这样子啦 我们来看一下长笛的结构 他的结构是每个按键是这样子 对 所以你在擦的时候呢 就是要顺着他的这个 按键的结构 去擦 就是 往这个方向去擦 这样 就是你要往这个 每个按键方向去擦 就不要这样 左右撸啊 乱撸 有没有 不可以 就是 你在擦乐器的时候 真的要非常小心喔 你这样左右撸啊 撸久了 他那个口 就是移位了 那你这样子 你的长笛就很容易会 肉气吹不出声音来 好那外面的情节就是这样 没有 没有什么太大的技巧 就是 刚刚 讲的那些事情要注意这样子 那清完了长笛外部这些指纹啊 水汽等等 之后呢 我们要来把这个长笛的 皮垫给 吸干净 然后我一样在这里我超推 一样是Roy他们家的这个 吸水纸 非常的棒 就是他吸水能力非常的好 你可能只有一点点的水汽 有没有 他都会 就是他可以立刻就 吸掉 这样很干爽 好然后他有分两面 就是一面比较光滑 一面比较粗糙的 就是可以吸水的比较粗糙的内面呢 要 跟皮垫 相对 好那我们在吸的时候就是像这样子 就是 你把它放到你的音孔里面 然后 这样按几下 好那 小心喔就是我们 到时候我们清完不是要把它抽出来吗 不要是按的按键的情况再把它抽出来 这样会造成我们的皮垫磨损 我就是这样按完然后你 按键是 起来的情况下把它抽出来 好那就是其他的 椅子类腿 那长笛呢最常会积水器的地方就是这个 这颗键 或者是 这两个 键 就是 那个 Trio键 是因为他按键比较小所以他很容易积水 好那所以 有时候呢你在吹比如说 这些音的时候 你会觉得怎么好像吹不出来 你要稍微检查一下 他可能就是这个 地方有积水了 那你就要用吸水纸去把它洗干 好那用 用吸水纸呢 用这些清洁日常保养三宝呢保养完之后呢 不要忘记 我们要 帮我们这个阴孔呢 用这个棉棒呢 清洁一下 就是因为呢我们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些很可怕的这个 没有清长笛的后果 他就是会在这个洞里面啊 长出霉菌出来 很可怕的 好所以你就是 因为我们的皮靴会卡在这个阴孔里面 所以 你要 这样子把这个 阴孔清干净 然后 你在清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 A1是 就真的里面会有皮靴 好然后还有这个 长笛不是也有这个 是凹痕吗 就是他的案件本身有这个凹槽 你也可以用这个棉棒呢 稍微这样子 露一圈 这样子 他就可以 把一些你可能 刚刚用布擦 没有立刻擦掉的东西给清出来 那或者是说像这个按键跟按键中间啊 这个地方 也长期下来也会积一些毛穴灰尘 你也可以 稍微用这个棉棒呢 把它清洁一下 清的时候 一样都要很温柔 不要太大力 好 这个就是 我们日常的每一次 吹皱完笛子都要做的事情 那刚刚介绍了这个日常的保养三宝呢 我有跟厂商谈合作 所以呢 特别开了一个 卖场呢 是把这三宝呢 变成一个package 所以呢 如果 这刚好是你需要的 你就可以 下面有放网址 就可以点进去购买 好 刚刚呢在讲完这个基础三宝之后呢 你以为就结束了吗 你应该没有忘记我在 片头开头的时候跟你们讲说 这个 避免长笛表面电镀层氧化 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你有没有突然觉得不用再依赖 摄影部 觉得无限的欢喜呢 好所以现在就是要来跟你介绍一个 我觉得 非常好用的产品 就是这个 E-SHAWN BLIGHT ONE 这个呢 是台湾的品牌 然后呢 它里面呢 完全都是 植物的 天然 配方 不含 酒精 所以 不伤手 也不伤你的乐器 重点是呢 你用它呢 把你这个乐器擦完之后呢 它表面会有一个亮光蜡 它可以防止你表面电镀层氧化 原本呢 我以为呢 它亮光蜡呢 就是你知道摸起来会很滑 没有 就是你清完 它就是你的场底会变得非常闪亮亮之外 还很干爽 那为什么刚刚要特别强调它里面不含酒精 我以前呢 都是用这个布 然后喷一点酒精在上面去 擦拭我场底的外表 但是后来呢 才 会听一些 跟一些技师分享啦 他们觉得呢 这个酒精呢 毕竟呢 他虽然不伤 他不会伤到 长笛的这个 外表的部分 可是 皮垫 很怕酒精 如果你在擦的时候没有注意到 你可能就是会造成你的皮垫会破损 所以你如果跟我一样有这个担心的话呢 这个东西 超级适合你 好那在 使用上呢 他就是 他虽然说明书上面是说你可以直接喷在你乐器上啦 但是呢 我都是这样子 我就是喷在我的布上 喷一点点 然后 去擦我的场底 那我现在擦给你们看 我刚刚呢 这块 是已经有用这个布稍微擦过了 现在呢 再用这个 刚刚喷的这个 E-Shun Blight One 然后再擦一次 让大家看一下 好我刚刚呢 用这个Roy的布还有一双Blight One呢 清过之后 你会发现 变得超级亮的 就是很像一只 全新的笛子 所以如果呢 你去 你有定期去找维修技师保养 他们会帮你把这个 外表呢 清干净之后 你就可以持续用这个 去清洁你的藏底外表 那你就会发现呢 过了一年呢 他还是这样子 很 干净 很新的样子 好 如果你跟我一样呢 希望你自己拥有的是一把闪亮的长笛的话呢 你就可以 用这个方法 那这个呢 一样呢 我有吧 我有另外开了一个卖场呢 叫做基础保养 3加1保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 也可以点进这个 连结 去购买 这整个package 或者是你要分开购买也可以 好啦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那先提醒大家 这不是业配的 影片喔 这只是因为我实在是太喜欢这些产品 觉得这些产品我们以前都没有 真的是很棒耶 这个 就是这个时 这个时代真的很棒 有这些 很多人研发这些产品 我觉得这个 吹皱完长笛呢 之后呢 用这些这么好的 产品呢 去 清洁 保养你的长笛 你的心情 瞬间也会变得非常的美丽 好啦那就是这样啦 就是以上的 影片啦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呢 不要忘记分享给你 那些 有清洁保养 上面疑问的朋友 以及为我的影片按赞 订阅我的频道 好那就这样啦 喜欢这些产品 不要忘记要支持这些厂商喔 可以进到我下面的连结购买喔 那就这样啦 下去见 掰